最近那位公众号因为2016年转载的一篇文章被起诉了 所以为了永绝后患 打算把公众号上不是自己原创的内容全部删除掉 但是在微信公众平台网页端删除的时候发现 一次只能删除一篇 而且必须手机扫码验证 今天就说一下如何快速自动删除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文章 先说第一种虽然手动 但是不需要扫码的方法 首先打开手机上的应用商店 搜索定略号助手 点击安装 然后使用管理公众号的管理员微信登录 选择要登录的公众号 点击底部的发表 找到需要删除的文章 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再点击删除就可以了 无需扫码 速度更快了一些 但是这么操作 每删除一篇文章 需要点击三次 我这1500多篇文章删完 手都要废了 但我点击全部内容右侧的三个点 发现了你藏起删除的内容这个选项 选择后再点击删除 下面的文章会自动填充删除文章的位置 也就是右边这三个点位置是不变的 所以就可以使用手机的自动点击器 让手机自己自动删除 解放双手 在手机应用室上搜索 贝利自动点击器 安装打开之后 点击同意 这边有操作说明可以看一下 首先点击开启辅助功能 点击辅助服务权限 去授权 点立即设置 开启快捷应用 再切换到无障碍 通用 点击更多的以下载应用 点击贝利自动点击器 这两项都启用 忽略电池优化启用 后材运行允许 此时屏幕上就显示控制菜单了 打开订阅号助手 定位到需要删除的文章位置 点击悬浮菜单上的录制按钮 我们就在屏幕上操作删除的过程 操作完毕之后 点击红色的停止按钮 保存配置 输入循环次数 点击保存 点击确认 会显示当前录制动作的配置 点击回放 会自动重复刚才录制的点击操作 顶部菜单也会显示操作的步骤 给循环的次数 也可以点击菜单上的小扳手图标 找到我的配置 里面有自己录制的点击步骤 点击这边三个点 点击编辑详情 可以修改点击的配置 比如延迟改低一些 循环间隔也降低 这样再次点击回放 自动操作完成后的 间隔等待时间就少多了 效率更高 配置好自动点击工具之后 我们就可以去忙其他事情了 手机就会自动帮我们点击删除 不用担心废手 给浪费时间了 感觉视频对你有帮助 就点赞关注支持一下吧